今天我們是第五次上課 上個禮拜的重點大家要複習一下 主要是利用選課資料的範例 裡面當然我們主要是把一些公式給產生 產生的方法當然要用Fy函數 我想Fy函數具備有穿針引線的效果 如果你不會Fy函數說真的 那就麻煩了 你可能不知道說到底你要取的資料 應該要從哪個字開始取哪個字 比如說像這個 班級這個 那你需要切分出三個欄位 細鎖 有沒有細鎖在這邊 年期幾年期 還有學碩士 那如果你假設不知道有更好的方法的話 有沒有 那我們其實用了總共應該有三個函數吧 第一個函數是Left加上Fy 第二個的話就是再多一個Mid OK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把我們需要的資料把它取出來 如果你不會的話 那可能就是一個蠻大的問題了 你總不能塗法煉鋼吧 總不要說你 打C、C、C、B、C、C、C 那不法完蛋了 如果資料很龐大的時候你怎麼做不完 而且如果這個資料每天不按更新的話 哇那好玩喔 你每天光做這個都做不完嘛 那所以呢 我們之前做了幾件事嘛 第一個 就思考一下 到底有哪些函數可以做出這個效果來 那當然呢 這個公式絕對不是唯一的 也就是說呢 其實你可以想想看有沒有別的函數 更簡單 如果有的話歡迎你再告訴我一下 OK 你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我可以幫你加分 你告訴我 老師我知道有更簡單的方法 那表示你真的是有思考過 不過我想了一下應該 比較難了吧 OK 再想想看 我覺得應該還是有啦 不然的話其他方法 可能就是要自己寫VBA程式了 那未來 因為Python加入 甚至你可以用Python 自己寫一個函數 也OK 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是如果有現成的 你何必 還要一定要自己去訂做嘛 對不對 OK 你買現成馬上比較簡單 像你有鮮奶 你就買鮮奶就好了嘛 你總不可能說你要開個牧場 然後埋頭牛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為什麼要寫程式 就是因為真的沒有更簡單的方法了 只能自己來了 OK 所以這個 那取捨問題 那你如果會寫程式 你還多一個方法 但是如果你不會寫程式的人的話 完蛋了 只能突發煉鋼 所以為什麼要學會程式 我覺得因為工作裡面很多東西 其實都沒有工具提供給你那個方法 可以快速完成 所以你勢必你就需要用程式的方法 自己去把這個規則把它寫出來 OK 然後 所以順便再順便考一下大家 像這邊的話呢 後面有個假斑有沒有 底下還有一斑 還有丙斑對不對 那如果說 我希望呢 把這邊再產生一個什麼 比如說這個 這個名字叫什麼 因為班 我想說應該是叫班席 或者叫哪一斑吧 比如說這個 多一個欄位好了 OK 不要叫班級 叫班好了 哪一斑好了 OK 或者班的名稱好了 OK 比如說我今天需要多一個 一個欄位名稱 叫班的名稱好了 班名 也就是它是假斑 還是乙斑 還是丙斑 目前看起來好像 規則好像沒有丁斑吧 好像只有夾乙丙 對不對 OK 所以如果假設 我今天需要有一個公式 可以取出這個夾乙丙斑 放在這裡 那另外它有一個規則 就是它可能沒有斑 那沒有斑的話呢 那你就不要給它 任何的資料 就保持空白 那請問一下這公式如何做 這公式上蠻多會有這種需求的 這個我就不幫大家想了 其實你可以想想看 那這裡當然 可以給各位一些方向吧 我大概想到 它第一個 它一定是夾乙丙 沒有丁 OK 第二個的話 它這個資料的位置 應該都是最後一個字 應該沒有問題 應該最後一個字 所以呢 我們實際上 可以先用right right函數 先取最後一個字 然後取出來之後 再配合if函數 if函數 判斷一下 它裡面的資料 是不是 假 或乙 或秉 如果是的話呢 那就是取最後那個字 放進去 如果不是呢 那就是不要任何東西 公式就出來了 它講比較簡單啦 可是要把這個公式寫出來 我想就比較困難一些些了 OK 所以這個可能請各位 自己再思考一下 那當然 如果你假設 你實在是不會的話 我是覺得說 其實它還有別的方法 其實你還可以問 CHARGBT一下 其實CHARGBT我覺得還 其實後面 我這個立體後面其實 還有延伸性的說明 就是其實我是希望 我們這個課程還可以結合AI 因為我覺得現在AI的應用非常重要 因為現在業界最需要的是會用AI的人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 會用AI 應該 這樣還在你就業上面會有很大的幫助 求職上面 所以底下的話 比如說 我們前面這幾個 這個公式你不會的話 其實呢 你可以直接問那個CHARGBT 甚至你那個VBA不會寫的話 其實也可以啦 像我這邊有 請大家用那個CHARGBT練習一下 那當然如果你要 給它問題的話 比如說在這邊 先登錄到CHARGBT好了 所以我習慣是搜尋一下CHARGBT 或者你用那個Google的那個 Jump Line那個也可以啦 然後這邊的話 就有GPT CHARGBT 那我的習慣Login的話 我習慣是用Google 因為我已經登錄Google了 所以我直接就用Google繼續就可以了 那它就可以直接讓我進到那個 那我給它問題 比如說像我們 這個公式好了 系索這邊好了 那其實它應該是從B2 取資料對不對 那我給B2內容 那請他幫我把這個資料 把它取到這邊來好了 那其實我可以描述一下 我覺得最難的應該就是這個描述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喔 我這邊有一個描述 其實這個描述蠻簡單的 描述 我還打在哪裡 這個年級 系索 比如說請幫我撰寫也是有公式有沒有 然後呢 將B2儲存格裡面的這些資料 取出比如說教育系取出來 放在哪裡 放在C2儲存格 那我把它送出之後 它真的還蠻厲害的 TrackyP馬上給我公式 而且公式結果 居然跟我想到的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就試了一下班旗 發現班旗也一樣耶 但是班旗比較失望一點點 我給它的訊息 它居然給我的公式是錯誤的耶 所以我後來自己把它改了一下 後來我就改用什麼 用那個Google的Gamany 我發現Gamany 反而在這個地方比TrackyPT厲害 Gamany居然是對的 但是TrackyPT居然是錯的 OK 所以有的時候 Google 就是AI的部分 我是建議兩個 都可以試用看看 我發現現在好像 兩者是伯仲之間 沒有說哪一個 絕對是 就佔優勢 所以兩個可以試試看 那底下一樣 你們可以思考一下 這個是延伸的問題 至於答案是如何 你們自己想想看 後面當然可以再加上那個 就是 錄制聚齊 加一個按鈕 比如叫班旗 那本來是三合一 就變四合一了 那今天後面其實我們還有做那個 細索的佔比圖 班旗的佔比圖等等 那我們有用到所謂的那個 樞紐分析表跟樞紐分析圖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會在下一個範例 教大家如何讓它變成自動化 比如我想要 樞紐分析表也可以自動完成 然後樞紐分析表 然後我先做好 然後再把圖放上去 然後兩個把它結合在一起 這樣的話以後 我要畫幾個圖就很簡單了 放哪裡 告訴他一下 就簡單了 所以今天的話請各位 再幫我開啟這個練習檔 不過練習檔 我們這一次的練習檔 就是直接在那個雲端 就是在網路上的資料 我們就不是用我的範例檔 那範例檔有一個是什麼 台北市的住宅切到點位資訊 但是 因為它這個資料會更新 因為每個禮拜好像它會更新 所以我希望取得的是最新的 所以你們待會可以看雲端白板 這邊有一個叫 台北市住宅切到點位資訊 的一個講義 那這個講義是希望做出 就是說我想要知道幾個問題的答案 底下這邊我大概列出幾個 比如說我想知道到底 那個歷年的切到案件 到底哪一區 就是哪一個 哪一區的切到案件最多 比如說在台北市有12區 到底哪一區是最多 其實我最想知道的一個問題 答案應該是 到底歷年的切到案件 是增加還是減少 所以可能第一個問題 我是需要先找到 到底網路上有沒有提供這樣的一個資料 後來發現 在政府的開放平台裡面是有提供的 所以待會的話 你們在Google上面 就找一下一個關鍵 叫開放資料 開放資料的話 你把它輸入之後 Enter 你會發現第一個就是政府的開放平台 那開放平台裡面的話 它其實底下有分類 那其中的話 當然未來你們可以從這裡面找到非常多 你想要找的 跟政府有關的相關的開放資料 但是我們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我想知道台北市的住宅切到 那我乾脆我再打一個關鍵字 要住宅切到好了 OK Enter一下 就這個關鍵字 找到有沒有台北市 當然它出現好像第一個是台中 台中其實你也可以拿來做 或者說你對於你自己的縣市 比如說你居住地可能不是台北市 對於你居住的或者你出生地 有興趣的話你可以再多其他練習 那你會發現第四個好像就是台北市的 住宅切到有沒有 那這裡面的話它有一些敘述 我大概幾個重點可能要知道一下 第一個 這個是我們要的資料 它的 資料的型態 有沒有發現 型態的話是CSV OK 特別之一 那跟各位講 CSV完全相容於Excel 所以這個是最簡單的 所以以後 如果假設你要下載資料 我建議 最好是用CSV 那你說那還有沒有其他的 有啦 還有什麼呢 還有像Json 不過如果用Json的話 可能要用Python來處理的 我覺得這比較麻煩 OK 所以你乾脆找一下 CSV 那剛好這個 這個 資料是CSV 所以請各位把它點開來 它這邊底下有一些說明 它總共有幾個欄位 1 2 3 4 5 個欄位 OK 然後它有說每個月更新 然後底下的話還有說更新到什麼時候 好像更新到3月20 3月20 就沒多久之前 這一點 甚至如果你假設有對資料有問題的話 這邊還有它的聯絡方式 甚至你可以打電話問它說 資料有沒有哪些錯誤 或者有沒有資料可以提供 之類的 OK 所以我們已經有現成的資料 那請各位把它下載 下載的話就CSV OK 那下載完之後的話 這邊就出現有個下載 你把它點開來 OK 那我們今天的話 我們的練習題 基本上就是直接從網路上面的大數據 就開放資料 所以你把它下載之後的話 就把它打開好了 把它打開 OK 不過有的時候可能是亂碼 但目前好像看起來這邊有亂碼 就OK 如果你假設是亂碼的話 你可能要轉碼 如果你是亂碼的情形的話 那你可能開啟的方式就不是這樣 如果你假設 老師你開起來是亂碼怎麼辦 如果你假設開起來是亂碼 我建議你不要直接打開 你不要直接點兩下打開 你可以先開Excel 然後再利用Excel的什麼 如果假設 因為目前 如果假設你是亂碼的話 你就可以先開一個新的空白的活躍簿 然後利用資料裡面的賄賂 有沒有 這邊有個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的賄賂的資料 假設亂碼的話才需要 如果假設不是的話就不用 OK 你就直接什麼 資料裡面從文字斜線CSV 然後再去找到什麼 找到下載 剛剛下載的地方 就會有這個檔案 你再把它打開 那它的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如果你是用賄賂的話 它可以讓你選什麼 選你的編碼方式 也就是說如果你假設 你賄賂的時候 它是UTF-8 但是它 Excel 目前只支援Big-5的話 那你可以做轉檔 OK 多一個功能 目前看起來好像它是Big-5 所以這個就直接把它 直接載入就可以了 它就直接幫你把資料放進來了 OK 那這個是 如果是亂碼的情形才需要 如果不是亂碼就不需要 這需要把它關掉好了 我們就直接把它打開好了 OK 打開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希望知道幾件事情 答案寬度不足 有沒有 這好像有點太寬 我習慣把A到E選起來 然後快點兩下其中一條線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調整欄寬 看起來這樣比較整齊 那另外的話上面好像有個橫幅 有沒有 它說 可能會發生資料遺失 為什麼 因為CSV的格式 如果你直接存檔的話 特別注意 它只能存一個工作表 也就是如果你有第二個第三個 通通會消失 那你怎麼辦 所以如果你要預防它要消失 你乾脆直接另存心檔好了 也就是不要存成CSV格式 直接先把它存成什麼 乾脆把它存成啟用聚集 活會不好 因為之後我們可能會練習那個什麼 錄製聚集之類的 那我先把它放桌面好了 這樣比較好找 把它另存心檔 放桌面好了 OK 這樣比較一勞永逸 好 那上面這個橫幅就消失了 那首先的話 我需要知道 我想要知道幾件事情的答案 大概三個 第一個 到底歷年的切到案件 是越來越好還是越來越不好 所以我可能需要一個欄位 欄位名稱叫年好了 哪一年有沒有 那這個年應該是民國年 不過這個格式它沒有標準化 它是應該一個數字吧 那另外的話呢 我可能還需要第二個問題的答案 到底台北四十二區 哪一區的切到案件最多 所以我需要一個區 對不對 然後第三個問題的話呢 我想知道哪一條路上面的切到案件 那可能是街啦 有沒有 哪一條中校東路 那可能有什麼 比如說像綠水街嘛 有沒有 永康街嘛 那還有市民大道 所以可能會有三種名稱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希望得到一個 叫哪一條路 或哪一條街吧 或哪一個道 尤其叫路街道 給它一個欄位名稱 叫路或街或道 OK 好 那假設一樣 跟上個範例類似 那因為我需要得到三個欄位 新的欄位 如果沒有這三個欄位 那我沒辦法做樞紐分析 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要怎麼樣快速產生這三個欄位 請各位試一下 你可以看到黏在哪 黏在這邊 所以把這個欄位切割過來這邊 那區的話比較簡單 區的話應該從這邊嘛 它固定好一個固定規則 路接到是最難的 為什麼 因為路接到剛好它的位置不確定 而且它的規則也不太確定 所以你們想想看 請你把年區路接到三個欄位 試著先產生看看 因為你產生之後 其實我剛剛問的問題 就會有答案了 到底歷年欠到案件 是越來越多還是越來越少 OK 試一下